《金刚经》 讲义 节药 卷三 四位同修 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放场 请大家翻开经本 《金刚经》讲义 节药 剑三 第七十八页 我们从倒数第二行 从经文看起 以示名字如当奉辞 这个是第六十二 《试辞经之法》 这一段经文 佛给我们开示 要怎么样来授词 《金刚波罗波罗蜜经》 就是这段经文讲的 以示名字 以这个《金刚波罗波罗蜜》 这个名字 劝我们大家 应当有信受奉辞 我们看讲义节药 第一条 一 此事令人 此事令人顾名思义 因名晦体 要知经义 皆是应无所住 所以即当断除我戒 这些人 则烦恼脏脏除 而业障 暴障 亦随之皆除疑 三障消除 则罚 报应 三身 圆现 第一条 讲义节药 第一句 此事令人 这个此 就是这一段经文讲的 以示名字 如当奉辞 这个是 佛 令人 这个人 这个是指 当机者 顾名思义 因名晦体 就是 要令大家 听到金刚波罗波罗蜜 这个名字 看到金刚波罗波罗蜜 这个文字 因名晦体 我们看到这个 明晦 听到这个明晦 因这个明 去体会 它的经体 要之经义 皆是应无所住 这个体 就是经体 要体会 这个经体 这个 什么叫体 用现在话来讲 就是 它的理论基础 它理论的一个基础 建立在 建立在 什么地方 那么 我们要知道 这个经 它的主要的意理 它是在 应无所住 这个是 主要的经意 那么我们学习过五重弦力 这个体 前面也讲过 这个经 以实相为体 这个就是 这个经 讲的是 事实真相 以实相为体 所以 它这个理论基础 是建立在 这个实相 这个理论上面的 那么 经的意理 皆是 应无所住 这个 我们 众生 无始结以来 这个心就是 处处的住 这个住 就是执着的意思 处处着 处处着 处处执着 那么 佛为什么 听我们 应该 无所住 我们这个 心 我们这个 忘心 就是 要住 没有住 空 也要住 有 这个执着 断不掉 那么 这个执着 断不掉 为什么会住呢 就是认为 我们 现在看到 眼前这些 现象 三合大地 这个 人物 动物 植物 矿物 这一切 我们能见到的 我们执着 这个是真实的 执着 这个是真的 那么 执着 这个真的 就会去 住了 那这个住 我们也 体会不到 什么叫住 我们敬老和尚 这些年 在讲习当中 也把这个经历 用我们 现代人听懂的话语 讲出来 那我们体会就 很明白 很亲切 你认为一个 东西是真的 你就会去执着它 那什么叫执着呢 你要去占有它 你要占有 占为己有 这是我的 我钱是我的 房子是我的 钱是我的 我的家人 我的一切一切 那你执着这个就是 我啊 我执啊 这是我的啊 那我的呢 我执这个执着起来啊 那么 我们很自然啊 就要去占有这个东西 就要去控制这个东西 就要去得到这个东西 这个如果没有听我们老上 讲那个戏讲啊 实际上讲我们对这些经历啊 我们体会也不深刻 也无从下手啦 你怎么无所住呢 我们今天啊 在自己家里这个房子 这是我家 我就住在这里啊 不是住了吗 那么我们老上啊 他讲的啊 我们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收啊 比较有个下手处啊 那讲这个 讲这个我们也听不懂 什么无所住啊 我们懂都搞不懂啊 那怎么去修呢 我们这个观念啊 这个念头 我们很难转过来 所以我们老上讲啊 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去修啊 他说这个房子啊 今天我住的是我的 我离开这个房子 那就不是我的啊 因为我们听一听 是有道理啊 但是呢 我们怎么叫住呢 住在这里的时候 执着这是我的 没有住在这里啊 还是执着是我的 我们都有这个 很坚固执着这种念头 是我的啊 我的所有权 这个钱啊 我们老上讲的更具体 你放在眼上不是你的 放在眼上不是你的 那你看只是一个数字 不是你的 那就别人在运作 在用的 那钱是什么呢 放在自己口袋啊 是自己的 因为你随时可以用嘛 那我们先可以从这个地方 先从这样去关了 离开我这个房子 这房子就不是我的了 我住在这里啊 实在讲啊 你住在这个地方 你也占有不了 你也控制不了 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 常常用我们现实生活 我们很容易去体会的 来给我们开示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 常常去提起 这个观察观照 就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可能睡着跟死人一样 只是死人不会在呼吸的 那我们还会在呼吸 差别是这样 那你睡着了 白天这一切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每一天睡觉的时候 常常提起这样的观想 帮助我们修无助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 当我们睡着的时候 那白天这一切 是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睡着的时候你跟死人一样啊 所以过去我们就老是 常常提醒我们同修 我们每一天都要小死一次啊 要觉悟啊 每一天都要死一次啊 那你睡到很熟的时候啊 就连这个身体也不是自己的了 人家给你抬去 丢到海里啊 你也不知道 所以当我们睡着的时候 我们白天这个身心世界 这一切啊 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变成是一场梦啦 我们晚上做梦 白天醒来是一场梦 那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 白天是不是也是梦啊 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味道 那是不是白天也是梦啊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白天这一切已经没有了 那不是梦嘛 我们好好这样去观啊 对这个应无所处啊 会有一点 我们知道有一个切入点 那不能怎么无助呢 你的耿耿以怀啊 你放不下啦 那其实我们要执着这些 我们能够 得到吗 得不到 因为四大五印啊 它是原生原面 刹那刹那生面 所谓原生法 那么原生法 它是希望 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原记 刹有 原善 刹无啊 原记 它就生 生起这些现象 这个原善啊 那这个现象它就没有了 那所有一切法 这个 动物植物矿物这一切 都是原生法 所以 佛法讲原生不讲阴生 阴是个种子 那必须要透过盐 它才生这个果 阴连果报 这个圆啊 现在话讲 叫条件 各种条件 聚合起来 它现出这个现象 那这个条件呢 时间到了 它散掉了 散掉了 它就灭了嘛 那我们 从早到晚 时时刻刻 都是生活在 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 那我们 你可以从每一天去观察 你早上醒过来 那你这一天经历了一些事情 你见到什么人 做什么事情 一直到现在晚上 那我们大家坐在这里 那每一个时段啊 你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 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啊 这个讲堂 开始了 这个原生了 那等下时间到 结束了 那大家都散掉了 没有了 那这个荣幕就 没有看到人了 那不就灭了 以此类推啊 你从白天 白天去工作 见到什么人 做什么事 哪一桩事情 不是原生原灭 都是啊 那个原生法 它就不是真的 它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生灭 它是不定的啊 它不是固定 不变的 那你是 我们去执着 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利益啊 你说这个财产 我多少多少 这个地球 通通是你的 你能带得走吗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啊 说实在话啦 只是说了 我们有暂时啊 支配的一个权利而已啦 你得不到啦 所以波罗经 六百件 大波罗经 脚当 最后就是三句话 一切法 无所有 它是空的 当体是空的 无所有 不可得 你得不到 那毕竟空 那一切法 无所有 不可得 毕竟空 色法 心法 通通不可得 你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通通不可得 就像做梦一样 所以金刚经 很具体 最后啊 那个一首剂 可以说是压轴的啦 一切有为法 如梦万泡影 如路易如殿 应作如是观 像做梦一样 我们每天都要做梦 不管好梦 恶梦 你醒来 就是一场空嘛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一切有为法呢 就是像做梦一样 那么江老街市啊 他这个 他修这个啊 他修这个官啊 他修了二十年 还是不得力 后来呢 他对这些手剂啊 忽然有一天啊 有个误处 他在什么官呢 他就在生活当中啊 很小的事情 无论是顺境 或者逆境 逆境就是违背我们的 看着我们会生烦恼的 那很大的事情 很小的事情 那么他都用这个来 印证 用这些手剂 一切如为 有法如梦万泡影 就是要关这个 这个是梦境 不是真的 不要当真 他说这个 做这样的观想啊 观照啊 他渐渐的 心就定下来了 看清啊 眼睛也亮多了 念佛啊 也踏实多了 就是渐渐的啊 不被这个 五一六成的 污染了 这个也是 我们 凡夫啊 才有办法下手的 那如果 用这个 观自性的 如如不动 当然这个是 很直接的 但是我们一般啊 执着习惯 那怎么认为 外面这一切 都是真的啊 那怎么 凡朔我像 皆是希望 那么凡朔我像 皆是希望 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 那么观凡朔我像 皆是希望 是一个观法 那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啊 是观自性 如如不动 是观自心 观心 那个 那个 公夫就比较 那个上根的人啊 他比较容易 修的啊 那我们观 观自心 是如如不动的 那个禅宗 是用 用这个很直接的啊 切入的 误入的 这个情节 我们这个 真心 如如不动 重的是什么 妄心 那妄心不是真 那我们现在 为什么看到 这些生灭变化 不是外面在变 是我们的内心在变 我们妄心在动 那外面 其实它没有动 看到都是 有在变化 动啊 那观这个 如如不动 就是说 你在这个 生灭变化当中呢 你要观 那一个不动的 这个我们常常做 37年 中风国师 他是 原来参禅的 后来大策大武 念佛 回归净土 所以他的开示啊 都有残疾的 他的 博文啊 开示 都有残疾的 中风国师 那个我们 常常做上一期呢 我们常常在念 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念的也很熟悉 像这个中风国师的 开始 第一是 身至原生 而法性不与原居身 灭至原面 而法身 法性不与原居面 这现象怎么称 原生的啦 那么原生啊 它当地是空 我们很难体会 怎么叫当地空 所以他就用镜子 猪 古代啊 模拟宝珠 人在那边 就像我们现在 照镜子一样 古代不是 镜子不是玻璃 是铜的 铜镜你磨亮 那你人一站 就照镜子 铜镜 那现在用玻璃的 镜子呢 什么样的人来 他就信什么想 来来去去 有好人有坏人 有中国人 有外国人 有大人 有小孩 有男的 有女的 那个 这个 森罗万象啊 这些现象就很多了 那么这个 镜子啊 什么来 什么人来的 现什么像 那这像啊 换来换去的 来来去去的 不断啊 在生面 那个是 就是生面像 但是那个镜子呢 镜子有没有动啊 没有啊 镜子 有没有受到污染 没有啊 物镜 护张 不为色相 比色相之去来 有月果之 炎染 六道轮回 照善业善报 恶业恶报 那个镜子献出来的 所有的像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整个法界的 善恶因果 报应 那这些都是一个生灭现象 但是这个生灭当中 它有一个不生不灭的 就是自信 我们的自信 就是不生不灭 它从来没动的 处生时留 黎珠独咬于沧海 去念盘案 桂伦孤朗于总天 讲的就是我们的 真如自信啊 你在深河海东 它 没动 你震得涅槃啊 那它还是没动 它从本以来 就不生不灭 如如不动 那么 就是叫我们认识 自己本来的面目 就是认识哪一个 但是我们迷了太久了 总是认假不认真 所以冤王啊 在这边造业 那造业呢 虚受轮转 望见生灭 那这个中宫国事开始 我们是虚受轮转 就是很焉望 在这个当中啊 受这个六道轮回 之苦 那六道轮回 那还不是真的 也是假的 但是我们是当真啊 我们现在哪一桩事情 你不当真呢 如果不当真啊 人家骂你一气 你不会生气啊 你不会气了半天 气到死还在气啊 那这个不但当真啊 那很认真啊 是不是啊 那不知道当然是假的嘛 知道假的 你就不会放在心上嘛 什么叫住 那个就叫住啦 不然讲的应无所住啊 我们听的 也是 很笼统的 人家赞叹你 你会很高兴 尾巴都翘起来了 那你就住啦 人家骂你一句 你就很难过 你也住啦 那不都住了吗 那佛给我们讲 应无所住啊 所以 佛再次啊 这个这个 也不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通通就遇到好人啊 也有遇到坏人啊 就在僧团里面 就有六情比丘 一天到晚啊 惹事生非 那外面的 这个嫉妒障碍 毁谤 那个提婆达都 是最厉害的 要他的命的 但是佛怎么样呢 他无助 他不执着 那他不生烦恼 那只是讲这个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执着的人啊 离不开因果 所以我们 根据这个啊 敬老和善的开示啊 我们要在这一句啊 来修 我们才有个下所处 还有江卫龙老基础讲的 这个也是经验谈 你观这一切是如梦 那么这个观啊 也就是要时时刻刻啊 你要提高那种警觉心 不然常常忘记啊 那这个这个 事情一来啊 也就忘记了 那忘记了呢 我们又 跟着我们 无始劫来这种习气 跟着又继续流传了 那很难再回头 所以要时时刻刻啊 提醒啊 提起啊 这个应无所处 那么这一句应无所处啊 也是金刚经的 一个核心的一个 一个经义啊 你看啊 要之经义啊 皆是应无所处 这是核心的经义 实在讲啊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核心的经义 都是一样的 那都是一样的 无论你修什么法门 那么要无所处 首先我们要观 这个四大五音啊 这是原距 原善的现象 他不是真的 那么我们如果执着 这是真的 我们为什么 会住 会在这个当中生烦恼 因为 认为这是真实的 那么很坚固执着 这是真实的 那么坚固的执着 你就要去控制他 你就要去占有他 你就要去得到他 那你已经占有的 别人给你拿走 你就生烦恼了 那就住了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还有要修这个 因无所处 这个西方 却子啊 杰明妙雄菩萨 他有给一个机制 开示 一折 也是我们 可以修的 他就 人家给你一文钱 古时候 明朝的时候 一文钱 那很小 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 一块钱台币 给你一块钱 你会不会 翻喜啊 那有的 那么 给你一块钱 你会翻喜 那一块钱给你拿走 你会不会生气啊 那有的人说 那个一文钱 不值什么 那怎么会 给我一块钱 我就很高兴 给我拿走 我就不高兴呢 那我不在乎啊 人家给我一块钱 那么少 我不在乎啊 我也不会高兴啊 人家给我拿走 拿走就拿走 我也不会生气啊 那 洁明妙行 菩萨讲 说如果你 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那 无始绝来 你贪婪 这个五一六成的心 早就断了 这个是我们 没有高度的那种 观照工夫 所以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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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现在说 一块钱 没什么 十块钱呢 比较多一点 可以买一份报纸啦 呵呵呵呵 在路上 这个一块钱 嘿 给一百块 那有更多啦 一千块 哇 那不少啦 买很多东西啦 那人家 给你 一千块 那你 哇 有所得啦 那就欢喜啦 人家把你抢走啦 你心里 放得下嘛 那么 洁明妙行菩萨教人 就是说 人家给你 那 好像 没有给我一样 那跟他抢走 无所谓 好像这个 跟我不相干 跟我没关系 那么从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最少的 这样放下 死 那么 那么 舍到呢 你这个 妻子啦 家属啦 国臣啦 国家通通可以舍 你看这个 这个佛啊 出家不都是 国王都不要做了吗 那个 他就舍掉啦 不失啦 就是不住啦 不执着那个东西 我们现在一般讲啊 既得的利益最难舍 你已经得到的利益啊 哦 那个 人家要给你抢走 那割肉一样啊 那真正修这个 应无所住啊 要就给你啊 好像这个跟我 没关系 身外之物 那么 我们要下手啊 我们要下手啊 还是从布施 开始了 从布施 那么 这个金刚就讲啊 不住 色身相味处法 而行布施 就是你不要住 住在这个色身相味处法 这样去布施 布施 不要住在这个六层上 那么住 就是说 我来做好事 要人家赞叹 那你就住啦 住在这个名上面啦 我就有所住啦 或者要得到什么 就有所住啦 我这个布施 那你到道场来啊 你要对我好一点啦 那以后我不来啦 以后那时我不理你啦 布施这么多 来没有招待好一点 那这个就住啦 从这个地方去修啦 修无助 那么出家人啊 也是要修无助 不能在家人通通无助啦 那出家人平平住 你们都去西方啦 我们就到第一局啦 那这个也不对啦 那出家人啊 实在讲啊 也修无助 无助就平等嘛 住就不平等啦 那要怎么修呢 比如说人家拿红包给我 多少 都一样 心不分别 那这个就是修无助啦 修无助 所以在莲哲大师啊 他 这个 云七别操啊 他有 讲一些公案 故事 就是有一个 人要去超渡啊 去试验啦 他说找一个 那个 人家平常看不起眼的一个和尚 超渡 一般试验就是说 那你要请这些 做水路啦 宴口啦 这些法师啊 来做一场佛事啊 来超渡啊 他说不行 那个 我父亲啊 给我 托梦啊 指定要拿一个和尚 他说他才有办法给他超渡 就是要请他超渡 请他超渡就去供养那个和尚 那试验呢 就是找那个和尚 那和尚他也不会做法会啊 不会做法师 后来呢 就求他超渡 他答应了 他也没有什么仪式 那天晚上又梦到大父亲跟他讲 他得度啦 他得度啦 后来就是 去试验啊 自谢啦 那么他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啦 那法师那么多 那一个也什么都不会 那个那个 怎么求他超渡 就这么灵验呢 问他你到底什么功德啊 后来啊 才知道啊 这个法师啊 人家给他多少钱 然后都不看的 反正多也好 少也好 他通通 不在乎啦 不执着啦 那个就是布施啊 那是布施 接受人家供养 那也是在修布施啊 你供养人也是布施 接受人家供养布施 布施就是放下的意思 你不去执着这个 执着这个钱啊 多少啦 这些 所以 这个 他这个超渡就 就有效了 那么另外一个法师啊 也是一样 同样的 这次也是 托梦 那他的家人托梦啊 就试验找某某法师 找一个敲钟的法师 那敲钟法师 他其他什么都不会 他只会敲那个钟 那一大早啊 试验啊 三四点就起来 就敲钟 成钟目骨啊 敲钟 那么敲钟呢 他那个指定啊 托梦要那个敲钟的法师 他才能超渡他 那敲钟法师就说 我只会敲钟啊 其他我都不会啊 那就求他啦 帮他父亲啦 帮他家人超渡啦 那个很诚心的啊 家人托梦啊 要你来帮我们超渡啦 请你慈悲啦 请你答应啊 那么他就答应了 他说好了 同意了 那天晚上做梦啊 真的得度了 后来大家很奇怪啊 他也不会做法会啊 他什么功德能超渡呢 那后来啊 才知道啊 原来这个敲钟的法师啊 他的功德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内财布施 内财布施就是他身体啊 做教练的没有钱啊 那每一天早上 他的执事就是负责要去敲那个钟 那么在大陆啊 如果到冬天啊 很冷 他每一天一天按时去敲筹 那个天气冷到啊 这个皮肤都冻伤了 冻裂开了 北方很冷 这个这个我去住过我知道 我们去山东住了一年多 我们知道 那真的是 我穿了那个 好像太空人一样 那个风啊 好像会穿透 就透进去 我穿得好像球一样 大概棉被都披上去 你说那个风有多力 就是穿透去 穿进去 所以我看到那个公案可以体会啊 那个冬天啊 冻的皮肤裂开了 他还是敲 他就是这个功德 他这个是什么 他修内财布施 我这个身体内财啊 像现在 你医务工作啦 做医工啦 内财布施啦 但是他有恒心 有耐心 不辞劳苦 他就修 敲钟的法门 他也有功德啊 那你修扫地的法门也有功德啊 有扫地 但是你 不能埋怨啦 不能一面坐一面生烦恼 那个功德都被迫害掉了 所以 任何 做任何事情 都是在修行 没有一样不是 你只要无所住 那统统是在修行 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行 穿梨吃饭 你是在修行 因为呢 我们执着这一切法是真实的 就住啦 这个住就是我见 我要得到它 我要控制它 我要占有 我们就是这个执着嘛 那现在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你要放下这个执着 那我们叫我们一下放 也不容易 那么我们总是要慢慢的淡化 减轻 那如果你能够顿舍顿放 那你一下子 放下屠刀就立地就成佛了 那你渐渐放也渐渐成佛了 所以即当断除我见 这个我见就是我 我执的一个见解 我见 我的见解 我认为这些是真的 所以我要去争取 我要去拥有它 我要去得到它 那为什么 这个执着这么坚固 不知道事实真相 那事实真相是什么 这是假的 你什么也得不到 好像做梦一样 你梦境 你醒过来 什么都没有了 你痕迹也找不到 不知道是在做梦 在梦中拼命要争 要得到什么 这个梦醒过来 这个什么也没有 所以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知道这个是做梦 那也就不会去执着了 就是不知道在做梦 所以就很认真 很计较 所以过去古代有个公案 有个牢上 这个梦见 一只牢五要吃它 吓得不行了 那醒过来 哎呀一场梦 后来想一想 哎呀早知道是梦啊 做个人情就给它吃吧 你不知道是梦啊 你当真啊 所以就吓啊吓坏了 所以我们慢慢从这个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有慢慢去观 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所有的一些人失误 从这个地方 去学这个 应无所住 不要去住 还有我们牢上讲的这个 房子今天我住在这里 是我的 我离开这个房子就不是我的了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 关照 也会慢慢放下 钱放在我口袋是我的 在银行不是我的 那我们就不去执着 哎呀这个是我的 那这样啊 就是才能断除我见 那就是怎么断 那我们修从这个地方修 还有刚才讲这个 西方切子 人家给你一块给你抢走 这个地方也是从这个地方修 所以这个我们牢上啊 那也是这么修的 也是这么修的 以前这个这个在罚藏图书馆啊 那人家集市啊 供有红包啊 那这个 館长 都把他收走了 那有一些集市就觉得 哇 很 这个这个 我们要供个牢上的啦 在牢上啊 他修布施嘛 张家大师就是 一开始修 我就叫他修布施啊 布施就死啊 还有一次 97年韩冠长往生那一年啊 他牢上说 离开家乡50年 那个时候刚好 已经开放了 他就想回去老家啦 看看那些乡亲啊 那也找我 找我去 还有乌红师 还有福尼里居士 我们四个人啊 就去 从香港啊 搭飞机啊 先到北京 然后再到 北京到河回 那河回啊 就先去 参访一个明教室 一个 古老的事业 很有名 那个时候呢 听牢上的经很多啊 因为我们早期都有 录音带流通 那个机事啊 人山人海 有的从南京啊 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那个时候交通还没有 现在这么方便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高速公路 人山人海 我们是被围的水泄不通 团团围住 那个机事来说 供养啊 那个人民币啊 供养那个桌子啊 好像一堆山一样 那么多 那我们牢上啊 摸都没有去摸一下 都说哎呀 这个我帮你们 转供养常住 就供养常住 那有些机事说 哎呀 我们要供养 牢上的牢上的摸都没有摸 通通他们都收走了 心很痛啊 所以说 因无所住 从这个地方去收啦 我们才有一个 比较具体的 不能讲了 我们也隆隆同同的 也不晓得怎么收 你看啦 钱那么多 不动心 归藏住 跟我没关系 这个就说无所住啦 如果这个这个难过了半天 就住啦 这个我自己也实验过啦 有时候会难过 但是现在呢 这个就比较淡啦 以前呢 也是会很在乎的 但是慢慢啦 你要让他淡化 就不要太在乎这些了 这样啊 我们才能得到解脱 才能断除我见 我见断了 烦恼畅处 你就没烦恼啦 我们现在为什么 烦恼这么多呢 执着我啊 放不下 那放不下就很苦啦 那放不下呢 实际上啊 我们也得不到 你也控制不了 你也占有不了 就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我们自己都不能控制了 我们也不能占有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像死人一样 你也得不到 那何况身外之物 那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想 这样去观察 那才能啊 体会到 这个无助 如果没有从这些地方啊 我们也 很难有一个下手处 那么 即当断除我见 则烦恼畅处 夜障暴障 亦随之 结处 烦恼障处 烦恼是根本 见识烦恼 烦恼到 除掉了 那后面就没有夜障了 那个夜是烦恼来的 烦恼是 夜阴嘛 那夜障啊 暴障是果暴 亦随之而接触 随之也就 没有了 三障消除 则法暴应 三身原现 那么这个三种障碍消除啊 法暴应 三身啊 原现 这个我们本来啦 这都有三身 法身 报身 硬身啊 都严满现前 跟诸佛如来一样 我们再看第二 二 必须将不住六层身心 放在心中 时时观照 起心动念 躺于六层 少有处着 便当机立断 坚持不懈 自成恳切 求三宝 哀怜四受 放光家僻 助我之力 念佛不得力 亦全有未在此中 用功也 必须将不住六层身心 这个不住 那还要身心呢 但是我们 凡夫啊 就是要住 才身心 那么身文言节啊 他不住 他不身心 佛菩萨呢 他不住身心 不住 如果不身心 我们现在话讲的就比较消极 这个身心啊 这个身菩提心 菩提心 生起来了 自行化他的心 生起来了 这个身心 所以不住啊 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不能错毁 这是 不住身心 不住六层 而生其心 那么不住在六层 生心 那就是 不为自己了 这是为众生的嘛 就没有自私自利啊 损人利己 这个念头就 没有了 那身心 身上求下化之心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个心 生这个心 那么不住六层 我们前面啊 也 举出几些 具体的历史 我们来修 无住 比如说那个壮中的法师 那么 他不住 但是他身心呢 每一天要去壮 不住六层 那么我们在 一般的凡夫来讲啊 要这样修啊 对一般人来讲 还是有他 一定的一个困难 就是不住啦 好多布施啦 大家这个会有 会有顾虑啦 布施光了 然后我明天这个生活怎么办啊 过去我们老师上常讲啊 害怕啊 明天断吹啦 怎么办呢 这个一般人啊 总是会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过去啊 我记得 三十年前啊 那个时候 戏子 佛教联社 每一星期啊 我都去讲 无量寿经 讲台语的 跟这些老菩萨结言 那么啊 现在这个戏子静中学会 方会长他的同修啦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会长啊 他那个时候当维诺啊 那后来这个戏子静中学会成立啊 那现在那个 叶会长不要年纪大 他退下来了 那由他来接 那么他也 七十几岁啦 跟我差不多年纪 那个时候三十年前啊 那他同修 就是 我要去讲经 他都开车到警美去载我 到续子去讲经 那回来啦 回来到场是一个王集市载啊 他一个人在一趟啊 那么有一次啊 他就 问我一个问题啊 他说 哎呀 牢上讲这个经啊 那师父你讲这个经啊 这个我们修行啊 这应该要修 但是他担心有个问题 他说那如果 我们寿命不是很长 寿命到了 或者遇到什么灾难啊 那我们呢 这阵还没有修成就 就生命就结束啦 那怎么办呢 他这个就是我顾虑啊 那这个顾虑就是住啦 这个叫住 什么叫住 这个叫住啦 后来我说哎呀 你这个问题 我还是去请问我们师父 上人啊 后来我是把这个问题啊 去请问我们 牢上啊 那我们牢上讲啊 这个要教他呢 先从因果 因果报应 就先从了完事去 了完事去改造命运 你不是担心 你寿命不长吗 担心有灾难吗 他修了还实行 断恶修缮啊 多做好事 断恶修缮 所以我就把这个 转告给他了 那他就是 夫妻也都很花心 那现在年纪也都很大了 大概都六七十 七十多了 所以 不住六层啊 生心啊 断恶修缮 不着断恶修缮之下 那就是不住生心了 就像慈戒修缮 你不要去着那个慈戒修缮的相 那就是不住身心了 不住空也不住友了 两边都离了 这些 因果报应的 这些 一般人啊 一般的忠下根气 还是要从这里下走 不然他就 他这个心有挂爱啊 都不思了 明天吃饭怎么办呢 他会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了凡事性也很好 所谓啊 一饮一着 莫为前定 命中有始终 虚有 命中无始 莫强求 你现在不思光了 那你 需要用的时候 就会来了 这个一定要相信因果 你才敢不思啊 不然你不敢 所以不住是从不思下走 金刚经 重点的讲一个不思冷露 六度第一个就是要不思 从不思开始 不思就是放下 放下我们的贪心 贪嗔痴 放下这个 从不思下走 财不思法不思 无为不思 我们一天到晚 实在讲 每一个人都 多多少少都在修不思 你为大众服务 就是不思啊 不思有内财 不思自己身体 为大家服务 就是内财不思 外财不思 身外之物 这个每一个人 多少都有 他只是呢 不知道 他这个心啊 不明理 所以 做这些事情啊 他烦恼重重 做的心不甘 情不愿 如果知道这个是修行 修不思 他很乐意在做 他没烦恼 那为什么越做越烦恼 他不知道那个是修不思 他不愿意付出的 叫他做一点事情 他都不干了 所以我们说 不住六成而生其心 祖师大德 这些都做榜样给我们看 什么叫圣心 什么叫不住 你看六祖 在猎人队 帮猎人看守猎物 还要煮肉 给那些猎人吃 但是呢 他不住 而生其心 在那个环境 的历练 他的金刚智慧 最近我们老上推荐 海前老上是一样 你看他那个环境多恶劣 但是他练佛不断 他一天做到晚 做到一百一十二岁 往生前一天晚上 还在干佛 他在修什么 修布施 财布施 法布施 无微布施 修这些 但是不但讲道理 做出一个 具体的行动给我们看 不是说只有讲 具体还带表演 怎么做 怎么带人处事 这个统统是布施 所以我们从因果教育下手 从这个 现在我们老上讲 传统文化 这些都是属于 持戒修复 那我们修这个 不要去执着 这个像 那你就超越了 所以不住六层身心 放在心中 知道这一切是延伸法 延伸给面 它不是真的 不要认真 不要去计较 不要去执着 也不要 想去占有 不要想去控制 不要想去得到 你得不到 事实上你得不到 因为执着 我要得到它 那这个 烦恼就从这个地方来了 你想要得到它 你想要控制它 但实际上你也控制不了 你也得不到 就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你都得不到 就控制不了 你占留不了 那身外之物 你哪一样 是你的呢 这一切 只是 让我们 暂时使用而已 暂时有个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那所有权是假的 没有所有权 房子是登记我的 那也不是真的 实际上只有 暂时的支配权 使用权 这样而已 所有权 那不是真的 哪一个人有所有权 还有以前说移民 移民到美国 澳洲 澳洲 其他国家 所以这个 永久积流 永久积流 以前我们 还是觉得永久积流 还有这个观念 认为永久积流 后来馆长 往生那一年 这个给我 当头办好 因为馆长 往生那一年 他刚好以前 都是拿美国利卡 后来呢 他儿子给他 办这个 美国护照 这个公民拿到了 所以那一年 拿到了 那一年回来 97年那一年回来 年初回来 他说现在是美国公民 这次在美国拿到了 那回台湾了 回台湾过年 那过完农历年 他3月5号就往生 所以他 辛辛苦苦申请 那个美国护照 回来就 就往生 那什么 什么叫永久积流 我说哪一个人 是永久积流 那往生的那一些 就不存在了 所以 实在讲 苏婆世界 没有永久积流 苏婆世界 都是暂时积流 好像住旅馆一样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 今天住了 我们明天还在这里吗 不知道 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 明天这个世界会变怎么样 我们都很难意料 比如现在这个 网络那个议言 什么印度神童 常常这个议言 看了 心情漏跳的 所以我们 过去我们老上 也常常 教我们 很多观想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 印光大师那个死字 以前在图书本印很多 那一个人 画一张 我们每个人 我们住筒铺 然后这个要贴在 那个你躺下去 然后躺下去 床铺 两个眼睛看上去 就是那个死 他 就是教我们说 你躺下去就是死 因为每天要小死一次 你要觉悟 所以躺下去看到 死 我现在死了 那这个字是 印光大师写的 印竹写的 打官这个死字 我就要死了 那还有什么放不下 还有什么好计较 我现在就要死了 那想这次如果关得起来 那真的 就会放下 就不住了 这个字如果没有关起来 还是住 还是放不下 但这个关 要常常提醒 不能我们常常忘记 那么另外就是刚才讲的 房子住的是我的 离开了就不是我的 那 钞票啊 钱放在我身上是我的 不放在我身上 也不是我的 我们现在都用信用卡 这些刷一刷嘛 那就这样 那只是说 你要用的时候 那你 可以用一些钱 那也不顺利的 这些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啊 观照起行动力啊 所以 必须将不住六成身心啊 放在心中 时时观照起行动力 那我们起行动力 一住了 不对啦 赶快把他转过来 那我们根据这几个 方法呢 看哪一个方法 对我们比较有效 这个也不一定啦 法无定法 看哪个方法 对我们比较有效 我们就用哪一个 每一个人不一样 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躺一六成少有 促着 便当机立断 坚持不屑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 六成啊 就是色身相为促法 一有 促是接触 着就是 一接触 直着了 你发现 便应当当机立断 当下 不要犹豫啊 就立刻断除 如果常常这样提起 观照功夫啊 观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 坚持不屑 坚持就是不懈怯啊 古代的讲啊 不怕念起啊 只怕 绝齿啊 那 自成懇怯 因为我们业障很重 有时候啊 这个功夫不得力 那么这个就要求三宝哀怜四寿 求三宝啊 加持 那我们念佛啊 也是求三宝加持 求三宝啊 放光加辟 助我之力 帮助我们啊 这个功夫啊 能够得力 这个功夫得力就是 我们目前啊 修净土法门啊 福福 这个贪嗔痴慢 以这个 福业烦恼 能控制住 不起现行 那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 这个叫待业往生 到极乐世界再断 我们现在呢 功夫福 就可以了 如果修其他法门 那福福 不能超越六道的 那个福福不管用 你只能得人天福报 出不了三界的 但是净土法门就及格啦 其他法门 你福福不及格 要断福才及格 所以福啊 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练佛 为什么不得力 一全一无 未在此中用功 这句非常重要 希望我们同修 大家要注意这一句 我们念佛 为什么不得力 都是没有在这个当中 用功呢 只是念啊 那没有 在这个地方用功 在这个地方用功 所以无量寿经讲啊 要在这个地方要在这个地方啊 只是练不懂得怎么用功 但念佛功 但念佛功 不得力 为什么呢 不能老实念佛 忘念一大堆 扶不住啊 控制不了 烦恼 忘念 扶不住 我们念佛的功德 都被这个烦恼 障碍住了 被冻结起来了 所以念了很多年 也没消息 到底能不能往生 也不知道 那这个 就是功夫不得力 功夫得力 初步就是要福福 福福呢 就跟佛感通了 所以佛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 不是接引我们这个臭皮狼 是 我们这个福佛 我们这个心透出一点光 那么佛光啊 跟我们的星光啊 相应 那佛光啊 引我们这个心 往生到极乐世界 联花法身 那么这个是要做到福佛 这个李秉仁老基斯在台中年 是 那个佛期开始 讲了很多 强调这个福佛 他也讲了很多方法 那么很多方法呢 也是看个人啊 哪一种方法 我们使用比较得力 我们可以采取 希望啊 我们同修啊 大家 注重啊 在这一方面 注重这一方面 这一身啊 我们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啊 不能不重视 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条 无人修行啊 必须与一切染连 所谓六成者 依此经能断 奉此恶意 当机立断 坚持不懈 降伏习气 树极有一心不乱之可能 而往生极乐 静灯不退 不难也 那么这一条啊 也是沿袭前面啊 这一条来啊 无人修行啊 那我们修行人 必须啊 以一切染连 所谓六成者 六成四身相位处罚 那么这个六成啊 依此经能断 奉此而已 当机立断 坚持不懈 那么这个 我们 在这边修这个 不受污染啊 就是要降伏我们的烦恼习气 那么降伏烦恼习气啊 我觉得过去蔡老师讲的 秦书之药 这个这一套书啊 这个我们牢上啊 截入这个 结录这个三六年 一天协调 这个啊 也帮助我们福福 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 这也是助修帮助的 包括伦理讲记 这个也是李老师啊 看到台中联社同修 练佛都不断退步 后来就 补充讲伦理 那讲伦理 他不是在一般大学讲的讲法 他针对连友讲的 帮助连友 这个念佛功夫啊 提升 那么伦理讲的啊 还有秦书之药讲的 这个都是 降伏我们半套习气的 很好助修的方法 这是我们敬老和尚 晚年为什么提倡传统文化 就是这个道理 看到大家 念佛都功夫不得力啊 所以用这个来补助了 补助我们念佛 正行 这个叫助行 那这个我们烦恼习气啊 就是要去控制 不要让它一直发展 要节制啦 要节制 像以前皇帝要祭祀 要栽戒三天啊 那栽戒三天啊 它要变食啊 变食就改变饮食啊 平常吃一百道 现在变成五十道啊 要改变啊 贪吃啊 那也是五一六成啊 喝的穿的 那古时候丛林啊 吃饭就一个菜 大锅菜 那这个大锅菜 我出家跟日常法师 老上叫我跟他写戒礼 吃了一年 一年五个多月 天天吃大锅菜啊 那还有呢 丛林更少的呢 就是一碟 像酱油碟子这样 一碟咸菜啊 这个 韩观帐往生啊 我跟我们师父啊 去去清店啊 敬夜市 宽道楼上那个道长 那有天宽道楼上就要请 请我们师父去吃饭 那师父就 带我去啦 我们去给宽道楼上请客 那我们以前 我们给人家请客都 都是比平常要丰富 结果 我们去到那边啊 他的请客就是 酱油碟 一碟咸菜 一碗饭 我们跟老上 他主人 我们客人 就是一碟酱油碟啊 就这么大 咸菜 一碗饭 我们去跟他讲这个课 这个 也让我长见识啦 我这个 那古代丛年 他就是这样啊 都是做一个菜啊 不贪吃啊 这个也是享福我们的习气啊 所以在家呢 我就吃的很多啦 吃宵夜吃午餐 结果一出家晚上都不能吃啊 而且天天吃大锅菜 也不能吃水果啊 过年才有一颗举止啊 那 真的我不出家呢 在家呢 我这个习气 很难调伏啦 改不过来啊 那个日常法师 那个我们师父说要用渐进式 日常法师不 今天开始 头地就是要这样 没有妥协 180度的 在家晚上不睡 都睡白天 十点睡觉 四点起床 四点刚刚要睡 就起来做早课啦 头都阴的 但是我说要修行就这样啊 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啊 我就咬箭牙根啊 啊 啊 这就传 降服习气啊 啊 那个不是讲一讲啊 哦 那也要 跟自己过不去啊 啊 这样啊 素肌有一心不乱之可能 而往生极乐 精神不然 就要降服 我们得半恼习气 从生活当中啊 去降服 各方面的贪 贪明 贪力 贪吃 贪睡 都要降服 或功夫才会得力 好 那么 这一段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那下面呢 这个所谓者和 我们下次再来学习 今天就讲到子弟 祝大家 福慧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牛昂 欸 雨 钸